最近几年花莲油茶产业开始发展 光丰地区农会苦茶树栽种面积 也将近有三四十公顷了 为了提升生产技术 农会特别开辟苦茶树修剪枝 以及田间管理研习训练 踊跃参加的农民在讲师的指导之下 也亲自下海操刀 认真努力提升自己的生产技术 讲师图文并茂讲解说明 苦茶树自然生态与田间管理 建立农民对苦茶树的基础认识后 也开评分享自己生产炼制的苦茶油 训练农民分辨苦茶油品质好坏的能力 除了室内静态课程 在农会的规划安排下 也实际来到苦茶树园内上课 了解田间管理细节 同时在讲师的解说带领下 农民也亲自下海操刀修剪抓手感 学习互动热络 光丰地区农会配合县政府辅导推广 苦茶油农产业 近几年来 栽种面积也逐渐向上攀升 光是产销班至少就有20公顷左右 为了提升光丰地区苦茶油整体产业的品质技术 特别开办苦茶树研锡训练 农民认真努力来提升农业生产的技术水准 光丰香的目前的苦茶油面积大概在40几公顷 当然也配合我们的县政府 因为食安油的问题非常的严重 那苦茶是一个很好的油 所以我们就是针对他们的技术管理上面 去加强做一个讲习会 当然目前我们比较长 我们下去遇到的就是 当然就是加工的问题 当然我们县政府很用心 在我们南区也预订设立一个苦茶油的加工厂 目前这个产业我们农会也在积极的辅导 希望通过我们的地方政府 还有农会的辅导 就是技术上栽培加工 甚至于到行销 能够把这个苦茶油慢慢的去推广 行销出去 也增加我们在地的一些苦茶农的收益 事实上在花林县政府支持协助下 光丰地区苦茶树产业蓬勃发展 农民所生产的苦茶油也获得国际大奖的肯定 农会总干事张明发表示 光丰地区农会团队也将会寻求更多的资源 挨注全力协助农民推广发展 来提升农产经济产值 记者是日欲蓝光复采访报导 谢谢你 幸好 感谢你